咱们开始今天的测评啊 这不得不说啊 这个象棋这行啊 真的是不好干啊 我真的不好干 因为这个昨晚上 昨晚上我做一梦 做一梦 就是跟我们家地后边 跑跑跑跑跑跑 跑跑一坑 突然擦出一个神灯来 这呼一大蓝妖精 他就出来了 这大蓝就蹦出来 你可以说我两个愿望 我实现你其中的一条愿望 实现你其中的一条愿望 然后我就说 那你肯定整简单的来是吗 先把愿望说了 我指着象棋要发财 他说说你第二条愿望 我希望实现和平 然后啪 这大蓝妖精就没了 啪一下就消失了 然后这收音机里边 立刻就传出了声音 说俄乌战争结束了 没关呢 只想接这玩意儿 发不了财 只是一爱好 只是一爱好 就有的人问我 说你大把牙子怎么天天乐乐呵呵的 其实有的时候 就是一些痛苦的经历 对于人来说是好事 真的是好 真的是好事 这个 这怎么说这件事呢 就是说 比如说我天天出去玩去 我天天出去玩去 天天外边摸爬滚打 那个受过各种伤 然后呢 如果你一个人啊 他是 就是从小到大没有受过任何的挫折 刚一进入社会 啪一大大嘴巴 完 这人就活不了 所以说有的时候 这个 痛苦的挫折啊 这个还是应该有的 那我怎么说最好的老师啊 人生最好的老师是什么呢 呃 是空空的口口口口大啊 父母的回头 还有还有这个亲人的背背怕 这是人生最好的 这个导师了 当一个人看穿了这一切以后 我觉得啊 任何的变故 对于我来说 稀从平常 我开开心心 过一天也是过啊 这个 我不开心 一天也是过 谁劝你啊 是吧 谁劝你啊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 不要看这个表面上 真的 不要看这些表表面上 表面说 我今儿吃一亏 没关系 咱们长久的看啊 这题 这题 就是说啊 这个还是挺开心的事啊 为什么要吐 要吐吐吐槽呢 自媒体这 活着事比较难干 但是我不怕啊 反正我也是爱爱爱好是吧 只要一天我够俩馒头钱 我就给大家播 我就给大家播 这有啥的是吧 他怎么给我堵上了 我这个天爷 我吃你中多 光光聊天了 我这齐 啥便宜没占着啊 哦 我是黑的 刚才我刚刚录了一盘视视频 这边视频质量啊 其实说实话还是挺高的 是 是那个谢 谢敬 谢德大 谢特啊 对那个郑雷同的 这楚河汉界杯子 人家哎呦 这奖金 去了就三十万啊 去了就三十万 边是七十万奖 奖金就摆在边上 你知道吗 我有一回啊 我上银行 哎呦 有一个人存了三百万现金 好几大兜子 就人站在地上 就站值了 这这么高 这这么高 四百万现金 哎呦 你说 人家还是有本事的人 只能挣多少钱 但是现在说实话 这就不说实话了 说多了 说多了 不好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 人还得是凭能力干 不过你看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我怎么得啥聊啥啊 我怎么得啥聊啥 我说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可能会有好多就业机会啊 就以后有可能就消失了 真的 以后好多的就业机会 哎呦 好多的就业机会 以后可能就消失了 所以说呢 嗯 这事 这事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说 自己都不知道什么 所以晚上工作 好像这期视频的这个 这这这这这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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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调怎么有点 有点像那个知心大姐姐说说说故事了 我这脑脑子全都在这里了啊 这这边其实我估计得惨败啊 我怎么想的多 这想的都是这些玩意儿呢 先退一步泡吧 踩我就退一步 我挡住呢 挡住你呢 挡住你 挡住你挡不挡都无所谓啊 我还得准备把这泡往那边溜达 往那边 这个摄像头是缝的 往那边溜达 其实有其实有有有有的时候啊 看我那个平常录视频乐乐呵呵的啊 乐乐呵呵呵的 其实我平常说话 磕吧 平常说话磕吧 就我呢 就是很机会什么呀 我录视频的时候 有人想偷听或者看 那就更更受不了了 是吧 有的时候辛辛苦苦录了一段 特别是有时候 我邀请求一境到底啊 有的时候这一段视频啊 我都录了五六分钟了 一直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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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句话 我打这磕门 有可能这整整个这一段啊 我就会重新录 整个这一段 我都会重都会重新录的 所以说呢 对自己的要求啊 还是有点严格 反正这个并不是一件 轻松的事啊 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还有有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语气不行 或者呀 或者是不在状态啊 我就经常是几个小时 就前面几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啊 我就完全给他推翻 把视频一删啊 绝不给自己留任何的退路 然后呢 站在摄像机前面 调整心态 重新开始啊 咱重新开始 我就想啊 就任何任何的时时间段啊 都不要放弃自己 不要气馁啊 就是任何时间的重新开始 咱都不要怕了 都都不要怕了 什么写的 这期视频变成立立立立制视频了 我那个天爷 怎么变成立志视频了 我就不用把中炮拆开啊 中炮拆开啊 中炮拆开了 中炮这有点 有点耐 有点耐 有点耐事啊 哎呦 我中炮挪他上中码了 先做这个吧 其实有的时候啊 人也不用给自己过大的压力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 多拉一梦 以前我小时候啊 是机器猫啊 这个有有一集呢 是也比他爸爸喝多了 这个喝喝多了 晚上回家呀 然后觉得心情挺差的 然后然后那个机器猫呢 就把那个 就把就把他成过时光机器啊 把他未来的奶奶 也比他准他妈妈 对给给叫来了 叫了以后呢 这个 就就安慰他嘛 这这这这意思 然后他当时喝的是 宁丁大大醉啊 就是特别喝的特别多 我走这好像不太好 我走这好像不太好 喝喝的特别多 嗯 然后呢 这个 吃这讲故事还是下 还是下下下吃 喝的 喝的特别多 然后他那就是 那个丁比大雄 他爸爸就趴在 他妈的身上 就是哭 说你 那个奶奶就问他爸 说那个 你有没有好好上班啊 他说 我是好好上班了 我是家里的顶强住啊 我肯定得好好上班啊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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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生活以前顺利不是顺利的 随着这个话题 一定一定的问 一遍一遍的问 终于他在一刻 男人的崩溃啊 真的是一刻 成年男人的崩溃 真的是一刻 哇一下就哭出来了 哇一下就哭出来了 说那个讨厌的社长 他老欺负我 然后那 然后那俩人就 就看那个窗外啊 就就就看 大人的世界啊 真的是不不容易 其实好多的事啊 是装过来的 真的 好多的事都是装过来的 说说到这 心经常有点激动 说到这 心经常有点激动 其实明明我知道 自己可能不太行 但是我硬着头皮呢 我也得把这件事干了 其实我觉得 我最无助的时候 是什么呀 就刚刚从学校毕业 就我的那个 我还不好好学吗 刚刚从 刚刚从学校毕业 就马上就要步入社会的时候 就那一晚呀 我觉得特别的迷茫 我是从学校出来 整个换了一个环境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迷茫 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些什么 就是我以后应该怎么办呀 真的是特别的迷茫 真的不知道 所以说还得好好学习 好好念书 是吧 好好念书 我是没有珍惜好的机会 我是没有珍惜好的机会 其实怎么说呢 一些道路啊 其实是有的 就是除了学习以外 别的赛道其实是有的 比如说我打台球好 甚至是我钓鱼好 甚至说我研究机械好 我整个跳高好 这什么什么都行啊 人有一个专长 那还算可以 但是要说捷径啊 要说人生成功的捷径啊 应该还是学习吧 应该还是学习 因为我的那个粉丝啊 基本上有好多是学生啊 学就学就学生 就是在自己学习的时候啊 就是在自己的学习阶段啊 这确实是那个 是好多时候是不懂事的一个状态啊 是一个懵懂的那么一个状态 这么一状态 然后还是希望啊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啊 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啊 这个光顾着说故事啊 咱们这边其实纯属乱下 咱们这边其实纯属乱下 因为一边想事啊 一边数着语言啊 有感而发 最近呢我是 因为今天我录视频呢 就稍微有点不顺利 因为我的特长是什么呀 我的特长就是纯说题 我的特长就是纯说题 但是呢 我拱了他 他踩了我 我 我踩了他 他踩了我 踩着我中足呢 他说平胖 然后我那个不擅长的事是啥呀 我不擅长的事就是说故事啊 我加一种胖 但是我偏偏我要挑战自己的软肋 那你这么多的吗 是吧 那不多吗 是吧 所以说的这个 这个 有的是一个名剧啊 就需要开开开开场白 说一个比较吸引的故事 这样有更多的人去看吧 但是这确实实是我一个特别不擅长的事 因为我平常说话就胳膊 组织语言能力还是比较差 让我研究个什么玩意儿 这可能还比较擅长 擅长是动动动动脑 动动脑脑脑预究点什么小玩意儿 比如说打不的白 我说打不 compartir 我说可以的 玩这个有游戏 玩游戏 我也可以的 这有这有空啊 给他剥一个那个摩尔争霸 摩尔争霸之类的 剥一个 会将尸 将尸玩的人多了 将尸玩的人说实话的 多了 嗯,他躲这,我拱了他,我拱了他,拱了他的踩回去,我飞向,这一棋好像是刚才有点乱下了,这输赢就是他吧,反正我主要是把话给扑了干净了,主要是我把话给说了,其他的都不重要,其他的一点都不重要, 这棋怎么要完蛋的样子呢,这个棋,这棋要完蛋就完蛋了,反正我先把话给说了,是吧,要说的话,咱们意图为快,其实我以前受过一定的罪,就是我最苦的时候吧,说出来可能大家都有点不相信了, 就是特别冷的天啊,就是晚上睡觉,是那种窗户纸的那种屋子,睡觉这个雪哗哗哗就往这脸上追,真的,所有人都看不起我,嗯,当时我泡了一碗方便面, 泡了一碗方便面,我说我这日子过的太苦了,我得上边上小,边上小卖布去买根儿,买根儿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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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去, 然后呢,就去小,去小文部了,回来以后啊,我那个方便面,是不是在卧室放着的方便面啊, 那筷子插进方便面里面 全是冰 一拉起来 一拉起来那方便面 就这一坨 真的瞬间就崩溃了 太心酸了 就当时 浑身都是好多个洞窗 真的浑身好多洞窗 唯一的取暖装备 就是一个小太阳 冻在这低温烫伤 当时真的吃个味 吃碗挂面都算是奢侈 吃碗挂面都算是奢侈 煮挂面吃不起酱油 就我是说不是 我五年龄也无所谓 我是一八三年的 真的 当时日子真的是太苦了 就那日子 但是吃过这些苦以后 就觉得把一切的事情 这他让我赢了 然后把一切的事情都给看开了 看开了以后 就可以保持自己一个良好的心态 真的是保持自己一个良好的心态 我到现在 我这一般的时候 我在不讲题的时候 我都会带一个比方 因为我这儿是有一道伤疤的 我这儿是一道伤疤的 当时决定 这伤疤是自己造成的 这些事就不说了 我以后呢 就是这些吐槽呢 还是尽量的少说 一个比较开心 正面的大把牙子 面对大家 这些视频就到这儿吧 还没准备呢 85分 我说不能跟文山百如下棋 聊天老板下棋 最近我板着这事 不能跟他们下 你开局 咱们董奇里94分 这冲局81分 我大把牙子 以前什么时候掉过90分啊 不能跟他们玩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